司長,不是說難做不做的 拿前前後後兩期,千多億給你們這樣林鄭政府批完之後 很多香港人出來說,我真的受不了 你不如直接磅水吧,除開會人派三萬 你問一下大家,會人派三萬,搞不搞得行 好,我可能頂到過來兩個月,一家幾口 司長,現在給我們感覺就是你真是不知搞什麼 是完全是已經不是不給你伏的了 但是給你錢亂伏 失業援助真的這麼難嗎? 司長,你教我聽 因為基本上香港的制度,我們不是每人都交稅 所以在資料方面,我們沒有這個基礎 因為外國很多地方是不同的,英國很快可以派到錢 因為每人都要知道給多少稅 經常我們香港很多是自由職業等等,很多因素在這裡 第二,我們沒有一個中央的公正金制度 就是硬件,沒有一個基建在這裡 這是所以我們的制度每次遇上這些情況 其實我們都是很周章,很坦白跟你說 我們都很困難的 但是我今次因為是要快 好像剛才有議員說要快 如果你再重新搭建一個機制出來 說10月、10月、8個月的話 今天是沒有意義的 我最擔心的就是65歲 同樣可能是公司裡有些僱員 65歲有些60歲 60歲那些有強積金,政府會有補助 65歲那些就沒有 當公司經營不到下去的時候 第一批被人解僱的就是65歲以上那些 65歲以上那些補不了就業 又很怕失業 政府告訴他們不用怕的 我們就會有掌身進、低進、還有中援 現在不是這個問題 現在他真的要就業 他不想拿你的中援 如果僱主申請到政府的津貼 就是那個資助的話 僱主有權可以把這些錢分給65歲以上的員工 純粹又會決定 即是我們沒有制止他這樣做 有些僱主是出於一個大家的共渡時間 有雙口糧可以考慮這樣做 第一我們沒有制止他 張師長你真的很可愛 你想一下如果一間公司經營不到下去 跟著已經很困難了 你還要把本尼給一個人的錢 去攤分給其他人用 你覺得可不可能呢 這個可能性就是我們交給個彈性給個僱主 所以我剛才說是由個僱主 看實際情況去考慮 早前我跟政府有某些高層交換意見的時候 我希望有第三波 我不知道是笑談還是什麼 回覆我就是說 現在香港看水的人只有兩波 一個叫陳茂波 一個叫陳建波 不見有第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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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長會不會你想想 會有第三波呢 我叫張建宗就不是波 所以不敢在這個階段的承諾 但我一定努力去做 現在不可以作任何承諾 因為剛剛申請撥款的時候 就說第三波會不會太早呢 但我們一定是實事舊事 行穩致遠 這是我們一貫的做法 我賺分任務 每日簽到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監取豐富獎賞